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們也是在不知道多少季以前 已經有一個共同的願 來推動著你們到達法國山 能夠參與這樣的願 是了不得的 一群長年互持農禪寺 即支持聖言法師興辦佛教教育的信眾們 發新成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互法會 眾人凝聚願力 連接起每一份想要精進學佛 護持佛法的心 在共同建設法國山的壁路蘭嶺中 也一步步開啟了接引社會大眾走入道場 親近佛法的修學之路 而後在聖言法師家家聯社 戶戶禪堂的齊勉下 各地護法會成員紛紛發心 以自宅為共修道場 串聯起社區臨禮中 每一份學法、護法的力量 使得全台各處的共修據點 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也奠定下今日 法國山護法總會 與全台各地區分會的運作基礎 數十年來 護法信中們 一路護持著法國山理念的推廣 積極向社會開展各項心靈進化的工作 而由信中所發新護持 經營運作的各地區分會 更是法國山推廣佛法教育與關懷 兩大目標的重要基石 從早年護持法國山道場的興建 到今日致力於佛法生活化的推展 法國山各地區分會 在護法總會與僧團法師的輔導協助下 不斷地發揮關懷人心的力量 成為各縣市鄉里中 接引大眾歡喜學佛的重要橋樑 感恩聖言師父 感恩聖團的法師 感恩我們所有的護法信中菩薩 大家默默長期的奉獻 才使我們華古山能夠從無到有 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學夥的環境 過去數十年以來 大家秉持師父的教法 成就了很多利益眾生的事 也落實了人間淨土的建設 這一切我想都應該要感謝我們的護法信眾 感恩大家 如今有心親近道場的民眾 除了可以到法國山的各地方分寺院 修學佛法奉獻成長外 也能就近選擇住家附近的地區分會 參與念佛 禪坐 戶外禪等 各種安定身心的修行體驗 同時藉由經典共修與讀書會的討論 互相分享對佛法的體悟 在聖言書院開辦的快樂學佛人 福田班等課程中 輕鬆開啟學佛之路 更能透過佛學班的三年精進學習 深入佛法智慧的精髓 此外 地區分會更開設有生活化的禪藝課程 如以繪畫靜心的佛畫班 以書寫養心的超經班 書法班 經由品茶 體悟禪法的茶禪班 讓銀法族身心靈更有活力的長青班 還有在活潑有趣中 傳達生命教育的兒童營 以及各式心靈成長的智慧講座 交流聯誼活動等等 幫助大眾消解煩惱 將佛法安心的美好 融入於個人及家庭事業中 護法總會各地區分會 也提供有心奉獻助人的民眾 參與各種布施、賠福的義工服務 無論是灑掃整理各寺院 及到場環境的環保景觀族 提供青年朋友學佛禪修的法清族 慰問關懷地區資深義工 及年長信眾的關懷族 還有協助民眾在面對生死無常時 能透過關懷服務的申請 以佛法找到身心安頓力量的大事關懷族 為護持法務、道場運作 以及推動佛法教育所成立的各式義工組別 都是民眾可以發心參與 從中擴大生活閱歷與視野的最佳管道 法國山護法總會 針對地區的護法信眾們 也開辦有各種義工培訓、月種成長營等等 提供地區的信眾們擁有更完整而專業的學習資源 所有參與分會活動的每一位民眾 無論是來修學佛法、護持三寶 或是來投入義工做奉獻 乃至於發心擔任月種幹部 都是在廣結人員廣修福報 同時又能在修福過程 以佛法智慧找到生命的解答 奉勸呢 所有的菩薩們 要發願 旨意做幼種菩薩 做了幼種菩薩 你才能夠成長得更快 對你旨意 得到的利益更多 體驗的伏法更深 你的家裡的人 跟你在一起的人 也得到更多的利益 法古山是創辦人聖言法師 以盡行受獻生命的精神 集合眾人護法願力所成就的 心靈環保教育團體 邀請你我 一同走進法古山 每一處的修行淨土中 讓生命的價值無限開展 為自己 家人 及一切友情眾生 帶來更多的平安 幸福 與希望 聖言師徒成說 如果沒有智慧菩薩 智慧會員 全目會員參與的話 那就沒有我們法古山這個團體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 智慧多年來 跟著我們生團一起推動 進化人心 進化社會的工作 佛法總會跟生團法師 永遠當諸位的後盾 讓我們能夠共同 將佛法推動 用佛法來安定自己的身心 安定自己的家庭 安定自己的事業 祝福大家 永遠當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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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 are 永遠不正 永遠摩 永遠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